董事長,我問一下,大家都把這件事跟下禮拜國民黨要在立院發動的罷免案修法 罷免條例修法,你怎麼看?會把它當成連動的事情? 等一下我會解釋 這次基隆的罷免案,我們希望做一個成功的開始 然後一系列的把這些親共賣台的一些立委,我們能夠把它罷免掉 因為現在看起來,我們立法院已經被污染了 那麼現在這些立法委員,他是完全站在中共的立場來看自己的講話的做事 這些跑到大陸朝拜王滬寧的人,王滬寧是政委主席嘛 就是專門來消滅台灣的 那這些立委跑去選了以後,不去拜見他的選民 甚至不參加我們總統的就職典禮,跑去跪拜要消滅我們的敵人 所以這些人,然後回到台灣來獲拳 要把立法院變成台灣的太上皇機構 等於說,要變成香港的中聯辦 中聯辦就是北京中央在香港的聯合辦事處 現在這些親共的立委,正在把我們的立法院變成台灣的中聯辦 那麼要破壞我們的民族 所以我們今天要起來關卡 今天是可能我們最後的一個防線 就是要罷免他們 如果大家再讓他們擴拳 變成終身立委,萬念國會 所以,台灣就完了